好,那延續呢 剛剛呢,我們所做的 Honelby的安裝,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安裝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裡一個工具 右上角這裡有一個工具 在我們的伺服器管理員 右上角有一個工具 可以看到這邊呢,就做了一個叫Honelby管理員 各位可以看到嗎 按下點一下嗎 好,點一下之後呢 就跳出一個Honelby管理員的一個畫面 那這個畫面呢 那這個畫面要學一套 軟體一樣,要學那個功能做什麼 好,那我們會叫各位來 去使用它,那我們首先呢 我們有叫說 電話軟體它的功能就是 把你的作業技能打開來 可以開一個檔案 那個檔案的功能就是 一套作業技能,那對方作業技能就是 你安裝的作業技能,那你要安裝 Winx 還有或者是Server 或者是呢,Linux 都可以 好,首先你可以看到左邊這邊 左邊這邊呢 左邊這個視窗呢,是一個Honelby管理員 那當然這裡就是你的電腦名稱 那你可以透過這個地方呢 可以領到 管理到你其他的Honelby的一個機器 可以透過它呢 當你喔,我們後面領到兩台機器的時候呢 你可以自己在一個視窗 好,就像這樣子的一個視窗 可以管理00這台,01,02,03,04,05 好,你可以管理它一點 再一個視窗,不用切來接住 接在這個地方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現在點到自己的電腦之後 你可以看到右邊,中間就是一個 中間呢,可以看到最上方 就是我們的虛擬機器 它做什麼呢,就是把你的虛擬機放到這裡 它就是把你的座位器放到這裡 然後把它開啟 好,那當然你要拍之前 你就要去有一些設定要做 你才會把它變成一個檔案 好,這裡呢,就是它的一些檢查點 就是我們可以去做 今天你如果說,做一件事情 然後你要把握,那你可以把它做一個檢查點 然後呢,當然 做當中有問題,我們就要恢復 全面的狀態 右邊這也是一個動作 動作的意思就是,我們有一些關門要止水 所以我們現在點到的是 左邊的,這個是電腦名稱 那電腦名稱的關門就是有一些動作 A406和00 這台電腦的,有哪些動作可以做 那底下呢,考慮有一個奢供 你虛擬機器的動作 那因為我們現在沒有虛擬機器在這裡 所以這裡是看不到的 那我們現在首先先來教各位 怎麼去設定 來去安裝一台機器 讓你們呢,馬上體驗一下 那在體驗之前 我們剛剛呢,在安裝的時候 是過程上會讓你設定一些東西 所以你來看一下,第一個動作 你來看一下,這裡有一個開合力的設定 來看一下這邊 點一下吧 好,那前面呢,你是不是說 你在做設定你的路徑 是不是剛剛有打錯了 對不對?那你就可以來這邊修改 我剛剛呢,是第一 一開始在安裝的時候 讓你去設定路徑 對不對?那你說我剛剛不設定的時候 你可以,適合在哪些設定 這裡設定指定的位置 這裡可以看到這個指定的位置呢 它指的是 L槽的 hyper-V 頂下的 vhubase 這裡面是放 虛擬定義 好,這裡呢 有一個第二種 叫虛擬機器 虛擬機器呢 是放在L槽的 hyper-V 它一個裡面的資料夾 目前是沒有 但是呢 這個資料夾呢 是 面定的 它自己幫你建一個資料夾 會發明了 在hyper-V裡面 建一個資料夾 叫vhu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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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針對你等一下要開的機器 等名車 會建一個 不會叫vhubase 把它放到裡面 所以它 不會讓你進行車 所以它自己自動 如果這裡呢 叫一個 123 它就會讓 它那個底下的123 底下再建一個 不會叫vhubase 那我們呢 是要放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所以是要這一層 那這裡呢 它呢 這一個 路徑 它不會讓你進行車 你要指定 你要放在哪裡 它就幫你放在哪裡 所以這個是什麼 手動的 那 這個是自動 會讓你進行車 等下做我就知道 這兩個例如是 剛剛你會做到說 你可以發現到說 這個地方 你要去修改的時候 可以得到去修改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檔案成本 檔案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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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 特別孤單 檔案成本 頁由 可以 零妖 鐗利 那 對不對 如果你 咱 修改 我們 integrating 我先一天知道了這個設定檔的位置之後 那當然前面呢 我們就有讓各位來勾一個網路卡 對不對 那網路卡的一個設定 我也會跟各位來講 但是呢剛剛網路卡生在什麼地方 在虛擬交換器管理 對不對 好 各位點按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這裡呢 就有一個名稱 這個新增虛擬交換器 好 這裡要做一個 Intel的網路名字 對不對 看到沒有 這裡是寫到X25是0D2 如果你不是的時候呢 你的開支就會卡車位置 這一定要選擇 那你當然 平常在這裡沒有影響 對不對 那這邊 那這裡面有打個勾 那打個勾呢 我們就告訴各位什麼意思 先不要弄它 好 這個名稱就是你的 這一件網卡的名稱 放到這上面 對不對 網卡名稱 所以你知道呢 這裡有一個名稱叫做Intel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比如說我們兩個要把它改一下 對不對 這裡是5是0D2 他就變一下喔 我們把它來看一下 好 我們把它改成 Join O-U-T-S-I-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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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個印象就可以來往往 按一下 套用 在我們的電腦裡面套用 就是說呢 也是跟確定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把它確定 可是套用呢 它是確定的時候 畫面會留著 這個畫面會留著 這個畫面會留著 當你按了確定之後呢 它是往 存檔之後呢 再加上往視聰專頁 所以如果我們就 我們要做第二個動作 我們可以 是不是還要再拍一次 對不對 我們就按套用 可以再做下一個動作 它這個是套用 確定不一樣的地方 基本上同一個目的 都是存起來 好 按確定多亮 好啦 這兩個地方 是讓各位照顧 製造一下的地方 對不對 那我們假裝呢 你這個製造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新增一個虛擬機器 來給各位看 我們要安裝彈電 好 這個地方問題 OK 有分帳吧 好 第一個 來看一下 在路上的這裡就是新增 各位點一下新增 好 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的目的要做什麼 需要新增 還是虛擬機器 對不對 那機器呢 那為什麼叫虛擬機器 因為呢 你的大陸的習慣 電腦是不是在你面前 對不對 你面前有一個實體的電腦 就叫實體機 知道嗎 那在電腦裡面 在裝一個電腦 那這是什麼 電腦磨擬出來的電腦 對不對 那你老是有虛擬機器 但是呢 你是管理者 你看到它叫虛擬機 你知道它是電腦裡面的電腦 但是呢 電腦跟電腦之間 互相看它自己的時候呢 看對方的時候呢 它們都是什麼 電腦 它不認識它是不是虛擬機 你知道嗎 所以呢 以電腦跟電腦來自家觀看 它們都是電腦 你知道嗎 所以它不懂它是虛擬機器 但是你是管理者 你才知道這部電腦是真實的機器 像我們外面都知道真實機器 對不對 但是呢 裡面這一台呢 就是什麼虛擬機器 這樣來的意思吧 好 那我們來開始了 新增虛擬機器 好 第一個畫面 說明的畫面 越過 看下一步 好 第一個呢 我們的每一個機器 或者每一個 你再看新檔案 就是要讓你存檔 那你的存檔是什麼 打過的的時候 是打完之後再存檔 對不對 這是一個習慣 應該先存檔 再打字 這樣子 好 所以它這邊的做法 就是要讓你拿名字 先定義好 好 我們來定一個 我們今天要練習的 來 S D-R V-E-R 好 然後 前後面再一個 01 好 01 第一台 好 最後呢 這裡有個勾 我現在不勾它 等一下我們做第二台再勾 讓各位知道 它的特性是什麼 好 第一台 好了嗎 來 按下下一步 好 它有呢 虛擬機器有分四檔 這是它版本的意思 以前舊的版本是第一代 這是第二代 那你如果要跟Vinas的舊版 那最近的新版本出來的話 比較新的版本出來的話 就有支援第二代 那以前的舊版本 你要安裝 安裝的時候我們要用D 叫才能安裝 要不然是不能用 那Windows來講呢 都支援第二代 所以支援第二代呢 功能比較強一點 好 所以呢 一般在做Windows的時候 都是選第二代 好 按下一步 好 這是呢 我們這台的機器 我們每一台機器 都要安裝 記憶體 好 這是Red 好 這是我們電腦裡面的 基本的配備 所以呢 這裡的虛擬機器 也要給它一個記憶體 讓它多大 那我們先例行一下 給它2048 好 2048 就是給它2G 好 兩G給它用 好 這個地方呢 先不要多 好 好 這是呢 20482G 好 下一步 好 這裡是一個網路的零線 有沒有看到 那網路的零線 你可以看到 這裡呢 往下點 是一個我們剛剛設定的 90 outside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就是剛剛我們在這裡設定的 如果剛剛空間沒改 就是一個 音樂的操作式 一大堆有沒有 智能廠 對不對 所以說你再去我們設定 就對了 然後我們再選一個 90 outside 好 這上面你這台心靈機器呢 對外的網路要走哪 這個地方 我們後面有更多的解釋 來 下一步 好了 這裡呢 就是要建立一個硬碟 煤纏機器 你的作業器人呢 要在你的身體檢測 記憶體也要有一個硬碟 要把檔案存在裡面 所以這台也是一個硬碟 所以硬碟的檔案名稱 就是我們剛剛所生的電腦名稱 後面的部長名叫什麼 對 VHDX 有沒有看到 好 那它存在什麼地方 我們看到這個錄碟字 是存在我們剛剛的內定的 HyperV頂下的Virtual Heartbeats 是它這裡面 對不對 就是我們剛剛內定的這個位置 好 那你這個硬碟 你要比在大型多大 那內定值是叫127G 對不對 那你說有換到L槽 我看L槽呢 來看一下我的L槽多大 L槽我是300G左右 對不對 那這是127G嘛 好 我是一半左右 一半左右 對不對 那當然呢 你會不會用正面的話 就是把檔案存在一塊一塊一塊 那你沒有的時候 是不用用那麼多 好 那我們在做新一機的時候 你要自己去知道 我這台追蹤到底要裝哪些東西 你要自己去稍微評估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在練習呢 沒有要裝備任何電動裝機 好 就很簡單的一個做機 所以它十幾G就夠了 好 但是當然還有一些它還在團裝空間 所以來 我們現在要先簡單一下 給哪一個30G 就好 那比以防說呢 如果電腦有問題 它是一碟空間幫你暴增 對不對 它是到30G就壞掉了 對不對 是不能用 對不對 就不能用到 就不能用到 120G 好 第一點呢 它30G呢 它不會馬上給你割30G 它就能內定值 就是慢慢增加 好 所以說現在我先30G 它不會用到30G 不會在我們的L槽 用到30G 知道嗎 它不會用到30G 好 它是慢慢 當你打到全力去 它再慢慢增加 慢慢增加 這是內定值 當然你要把一次變大 如果你可以 一次30G 把它拿來用 也可以 那個是什麼 所以你不去弄它的時候 就做內定值 好 大腳 正硬盤力的盪 按下一個 好 這次我們要安裝座位置 對不對 那我們已經有給各位下載 開手檔了 好 所以你要選擇 可以從 開機印象檔 安裝座位置 好 這裡呢 是印象一下ISO檔 對不對 來 按一下油版 好 油版按下去 我們剛剛這邊就會 上到L槽 裡面的ISO 對不對 是不是有一個2016 對吧 來 打2016 點一下進去 好 是不是看到呢 我們剛才所下的2016的ISO檔 選這個檔案 好 不要吧 選它 按一下 開始 對 入境就是它這裡 就是 我們要找這個檔案來幫我們做 安裝 開機 開機然後是安裝 好 那剛才這個ISO檔裡面 就有開機的畫面 開機的存資 可以讓它換你的桌子 有開機 好 最後呢 按下下一步來觀察一下 我們剛剛有設定的內容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就直接完成 好 好 好 完成之後我們就可以看到了 我們剛剛的這台機器是不是太好了 好 開了之後我們剛才現在還沒有開機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驗證一下 對不對 剛剛的我們的這一個檔案 剛剛的我們的檔案呢 是放在L槽 還有V 裡面是不是有一個Rose Publish 裡面是不是有4G多圍 4Mail 對不對 所以它是不是30G 應該是要30G嘛對不對 但它現在沒有 它是慢慢增加 最高到30G 這樣知道嗎 好 再來呢 我們前面跟各位講啊 它是 這一個 設定檔 設定檔 就是放在V2C 有沒有去 這裡有沒有正義 沒有 所以剛剛有提到 它是自動新增機器 自動的 對不對 系統那邊一定會讓你放到V2C 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 但是 但是 你前面有什麼資料 你打了 它還是放到V2C 所以這個設定檔 永遠都會放在V2C 只是呢 前面還沒有資料 你知道嗎 好 那我們點一看 這裡設計有個 1 2 3 4 4個檔案 三個檔案就知道 這就是我們設定檔 那設定檔 設定什麼東西呢 各位來看一下 這台新增機器 來跟著我來看一下 這台新增機器 我們的設計01 點看一下 按右鍵 來 點一下按右鍵 按右鍵 有一個設定 看到沒 好 一般呢 我們的電檔呢 要去看我們的記憶體 當然要看實體記憶體之後 要把我們的機器 對不對 拆開來 對不對 再裝 這裡呢 我現在沒有拆機 是不是在這裡有開張機 2G 2048 對不對 那你要增加 就會在這裡增加 在哪裡 好 好 然後呢 我們CP有幾顆 一顆 好 那你們還要增加 到底是什麼 好 那以我們實際的環境 如果我們實體機 是不是要把機器拆開來 但是虛擬機呢 它用的就是我們實體機的 支援 好 我們實體機有什麼支援 就是給這台虛擬機器 好 再來 我們看到硬碟板 這個看到這裡文物鏡 這台虛擬機器 裡面的 有沒有 對不對 設定的環境 對嗎 對嗎 再來 看一下我們觀點 因為我們剛剛有設定的 就是第一項檔 是不是在路地 在這裡 檔案的名字在這裡 這個就是設定檔 它的檔案存到 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地方 這個設定 沒有 這樣來講 好 那要用作了 對不對 這個機器壞掉了 機器壞掉 我把硬碟拔起來 放到另外一台機器 可不可以開機 可以開機吧 對不對 當然 我們虛擬機器先掠過 是不是表示不夠開機 如果硬碟沒有辦法 對不對 補機板壞掉 任壞掉 這個硬碟拔到另外一台實體機 是一樣可以開機 所以說今天呢 這個設定檔 這四個檔案又不見了 但是我的硬碟拔還在 我又不會開機 我在開一個設定檔 是不是最會開機 對不對 所以那硬碟 這裡面 我剛剛提到的 是不是就是呢 一開始就講 我們把設定一種存在 VSDX這個檔案裡面 這個硬碟拔出來之後呢 到另外一個電檔 再去新增區移基 使用這顆訊碟 是不是最會開機 好 這個我們等一下就來跟各位來測試 OK 好 就按一下QD 好 那我們要按這個時候呢 如果沒有按這個同學 注意聽我這邊 如果知道的同學 那你要先走 來 點這邊 點兩下 會有一個連線的畫面 可以看到一個視窗 在這裡 好 注意我的動作 我的動作呢 你要注意一下 它的動作是 這一個視窗 這一個黑黑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作業 作業系統一定的功能 在這個地方 所以呢 當你要按空白 我只要點一下這個 黑黑的地方 點一下 知道嗎 像我現在呢 點畫面 我把它縮小一下 對不對 我現在點畫面 你有沒有看到 這裡是黑色的 現在是灰色的 開到哪 好 那你點一下 是黑色的 點一下黑色的 這邊 這個視窗裡 那我現在多個視窗在黑色的這個 礦泳裡面 你按個快白點 才是這裡面的空白點 不然按這裡的空白點 就是外面的空白點 你知道嗎 好 那傳送的 所以你現在要用你的視窗機聽你的動作 那你不要按在這裡面按一下 好 所以你現在看一下 我按一下啟動 點一下 然後 快打電 這個快跑 這樣怎麼會知道 好 這個動作 然後然後它會跳到 好 我們安裝空白點 如果你看裡面的空白點 表示你剛剛太晚按空白點 那空白點 按的時間 因為你沒有按 鍵盤 那保險沒有要點它 所以呢 跑太快沒有跑到 所以你要把這個 按這個空間 關閉 重新再啟動一次 這個關閉起來 這個再啟動一次 好 記得要按 按一下 空白點 好 我們檢測一下 好 那我們繼續呢 這邊 按一下 我們檢測是語氣 就是我們要用的號 好 按一下下一步 這裡有一個立即安裝 按一下 好 立即安裝呢 剛剛還沒有開始安裝 它會有一個 一點的部份 稍等一下 好 這裡呢 我們要選擇檔本 這個一下 不要太快了 這裡呢 有一個 206 Stand Up 對不對 這裡有一個桌面體驗 這個是沒有視窗 這個有視窗 好 這是屬於進階的實用 管理等待一個人 好 我們是 不是進階 我們是基礎的進階 好 不是 進階的基礎 所以說呢 我們用這個桌面體驗 後面 這個後面就知道了 這個叫視窗 知道吧 然後 你要玩Vegos 你要玩這個 用打指令的 可不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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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聽 招指令 知道嗎 那我們現在呢 第一個請桌面 OK 好 那我們用標準檔 當然這底下有一個DLC的檔 但是以後你會用到的再來用 我們標準用這一個 第二 這樣做啦 不要選這一個 注意聽喔 你選第一個等一下你就通過 好 好 下一步 好 打中 接受 測權 好 調檔 好 這裡呢 有一個升級跟置地 好 我們要選擇置地 好 是不是就有看到了 我要裝在哪一根液連 裡面就是呢 只有一顆升級 對不對 所以要裝在這一顆 好 這裡呢 如果正常的話呢 我們只要按照下一步就可以了 好 如果你今天呢 這根液連還可以做分割 所以會按照新增去做分割 好 那你目前一般區域的話 你做分割 好 就要把這整顆液連拿來的 好 就要把這整顆液連拿來的 好 按一下下一個 好 這樣就好 好 現在看一下這邊的時間 一點 53分 好 就以我的整個系統的時間 一點 53分 好 看一下它來齁 過了兩分鐘 現在55分 對不對 它已經要在搶在一起了 對不對 就按一下 好 按住一個座器齁 好 你先讓它開完好了 按照開完 把它裝完 開到 畫面 看多久 好 我現在有一個特殊的範例 給各位看它 對不對 我現在的畫面是黑畫面 還好也是各位 對不對 所以我假裝它看不出現 好 對 沒有像這樣就是畫面 對不對 正常它會開到 藍色畫面 它也不會 舒服密碼 好 那我這邊呢 等待得 所以說呢 關定 對不對 然後再重新啟動 所以我的 時間 基本上會在這邊 但是基本上 好 也是 上任何 好 請各位說 錄屁碼 1 1 1 對不對 好 你來說 好 點一下 好 這一個呢 當你要跳的時候 請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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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屁 看到這一個遊戲 打好低一點命 對不對 我要看到下一個欄位 按一下TAB鍵 知道吧 不要拿網組 再去按一下 一下的單給一下 按TAB 知道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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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拿網組 鍵盤 因為你剛剛在打密碼 是不是兩隻手在鍵盤上面 對不對 所以你看TAB 跳到下一盒 好 Enter 好 這樣子我們開機完之後呢 再 左上角 這裡有Auto Control的一盒 看到沒 按一下它 左上角 對不對 就是入密碼的視窗 好 加上我呢 有問題的時間 要讓我打字比較慢的時間 所以呢 好 我在登錄的時間 57分 剛到53分 4分鐘 不到5分鐘 對不對 這樣呢 我們就安裝完 好 電腦安裝完之後呢 我們呢 訂閱它的最後系列 我們就來 首先呢 我們要先去改我們的電腦名稱 好 電腦名稱加完之後呢 我們要去設定它的ID 如果你今天這台電腦 你需要上 上網 就把內部網路 跟外部網路 好 再來呢 做了之前 剛剛這個人是西方交換好的 對不對 請各位要做了這個事情 打蛋 設定 裡面剛剛我們是畫面的光碟 對不對 對不對 光碟現在不是很好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這個光碟機 的光碟片 這個呢 ISOD 把它設定為5 不要這樣 交換就好 好 按再確定 你這個視頻 不要了 我等一下確定就關掉了 好 這樣子 好 把我們光碟機 有沒有 光碟Iso檔把它移除掉 好 最後就做哦 好 最後呢 第二回到我們要看什麼 這是這台電腦 這台電腦說 我們有一個等級伺服器 可以點一下 好 這裡有一個電腦名稱 看到沒 那你的電腦名稱是什麼 各位可以跟你的伺服器 序幕機器的名稱一樣 或者沒有或有什麼 那目前是設一樣 好 這裡的電腦名稱 等一下這裡 上面這個電腦名稱 這個超連結的部分 好 我們看到 這裡有個電腦名稱 看一下這裡有個變更 點一下啦 這裡就可以修改 好 那這邊呢 一個電腦名稱 是我們的協定 所以 跟我們平常不一樣 你知道嗎 跟我們PC接在這裡 它可能是內部網路的 所以 你的電腦名稱 跟我們電腦名稱 是在內部網路代用 所以 你的電腦名稱 如果是社會01 我的社會01 大概是我們就通過到 對不對 所以 你的電腦名稱 改一下 改什麼呢 改你的座號 算我們是00 好 S E R V R R R 前面加上你的座號 加上你的座號 好 當然你給所有座號 好 好了 之後呢 好 來 這個設定好了 之後來按照確定 你的電腦名稱 不是0 你知道嗎 好 好了 它必須要從開啟 按一下推定 按一下關閉 立即重新開啟 好 那開啟的情況 它就要開啟起來了 好 開啟完之後呢 直接呢 再登錄一下 我就等各位一下 好 登錄之後呢 你再看一下 你看它的電腦名稱 這邊有沒有變了 好 這個地方 很多一下 好來 這邊呢 有沒有看到 這個比較有一個以太網路有沒有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接一台虛擬機器裡面會有一張網卡 好 那這張網卡是哪一張網卡 你一開始新增是不是有 有看到了 對不對 所以它接一個虛擬機器裡面 一虛擬出來 它這邊可以看到這裡 展開 設定 看到這裡有一張網路界面卡 有沒有 我們前面的設計是一個設計 記憶體跟CPU 我讓你看一下 等一下有一個網路界面卡 當然你要呢 裡面要到兩張網卡 都可以 可以再新增一張網卡 對 好 好 那這個網路卡呢 它這裡是不是有個選項 你看 走哪個 虛擬交換器 出去 那這個地方呢 你先不用急 我們要知道先 我們先讓各位先都設計到 Outside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我就再跟各位說 好 就我們現在這樣子看到 就可以用去新增 好 我們取消 來 我們就是這張網卡 等一下它 好 所以有時候會看到一個以太網路 那你前面這張網卡 這樣會去看一下詳細資料 你來看一下詳細資料 這裡看一下這邊有沒有 這張網卡不是真的實體網卡 有沒有 它是一種 它是一種 模擬出來的 你知道嗎 好 真是模擬出來的網卡 對不對 好 我們先看到前面這張 各位去拔網路線對不對 就是這種實體的網卡 它是實體機器 那這個是什麼 現在虛擬機器虛擬出來 那虛擬出來的網路 網路卡 它的網路是一種 實體網路的 X50T度那張網卡 我們看到剛剛前面是不是有一個設定 對不對 設定在Outside裡面有沒有 還記得嗎 對不對 想像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要去改IP 這邊點兩下 看到有一個像 這邊以太網路這個網卡 點兩下 按一下內容 好 我們來個IPV10 PGP IP IPV10有沒有 對不對 這也是有打工 對不對 好 點兩下 好 目前設定的是自動 好 那我們來手動 好 來輸入 192.168.90 90 好 我後面那個號碼線不要輸 好 點下來自動 自動寫252525.0 它自動給你的 好 所以你都可以動它 好 再來 電位 192.168.90.254 好 這裡內呢 你可以按Tablet 那我現在呢 因為要路會解釋對不對 你按滑雪 我先移到這邊來 對不對 你先按Tablet 跳跳跳跳到這裡來 好 那這裡是有關鍵各位 你可以輸入這幾個 我們可以設定一下外面的1.1.1.1 好 這是DMS 什麼是DMS 沒有關心 後面有辦法復刻的介紹 好 我們現在只要知道的是 我的電腦要有一個IP 這是我的身份之好 對不對 那你去外面跟人家講到 欸 那個摸摸摸 你今天吃什麼東西啊 欸 你今天要放我什麼 沒有啊 對不對 是叫它的名字 對不對 那IP是在我們電腦裡面存在的 那我們的名字 是不是會用那個名字來稱呼 對不對 齁 是這樣子 好 那這個IP也是一樣 現在我們存在的是最底層的 對不對 不能代表 代表你 個人 齁 但是呢 在電腦裡面呢 目前是用IP 那基本上它不是有IP 它會用MAC的對比 就是說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目前為止 你知道這個IP 好不好 來 那我現在設定我自己的 齁 那我願意 你要設你自己的第一個IP 不要設221 好 要設定你自己的 好 按一下確定 趕快確定 好 好 好 看到現在網路就通了 按一下4 好 看到這一個 一張圖 這個電腦圖案 有沒有看到 就已經通了 好 可是這台電腦呢 關鍵案件這台電腦呢 機會上呢 兩個是互通的 齁 是能夠通的 好 好 好 那這台電腦的IP 齁 這裡可不可以按下 重新整理 這個方法就是重新整理的圖案 點一下 然後更新一下 剛剛來更新了 好 好 這個部分齁 就是我們的新增盤虛擬機器之後呢 除了新增盤虛擬機器 你還要去瞭解 你的配版文件的更改 還有你的IP設計的位置 好 這個部分齁 我們先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